聽到 看不見? 看到了嗎? 我發現我的影片 一開播 要有個氣勢 先購買廣告 youtube.com.slash mcelin.hk 沒訂閱 朋友記得訂閱 按旁邊的鈴鐺 我們有新影片一出 就會立即通知大家 先購買廣告 先購買廣告 我們 記不記得我們上次講過一些打大佬的題目 那些 大婚細痴的朋友 去到最最後的步驟 很瘋狂 然後再用quadratic formula 再給少數的 最瘋狂的題目 都不用 那麼害怕的 其實 都 其實都不能深 上次說的 已經是 宇宙最深 基本上 那些都懂 基本上 你就沒有問題 好了 今天 我 就 要講一下這條 就是上次 那個 大婚細痴的朋友 要影響這些 題目 我們現在開始 嘗試 大家明不明白意思是怎樣 好 第一件事 我們 我們要知道 這是一個 quadratic equation 即是一個 pal脈線 但我們有三種 哪三種 應該是 pal脈線只有兩種 一種笑 一種哭 笑和哭看 A位 A位是1 就一定是這幅 就不會是這幅 很簡單 但問題就是這樣 它現在 要你問你 k 要令到這條線 它不是等於0 它要大於等於0 那什麼意思呢 首先千萬不要誤會 看到大於等於0 delta就大於等於0 那就馬上錯了 OK 我再說一次 很多人有個誤解 看到這個大於等於0 這個大於等於0 就馬上錯了 反而是反過來 這裡大於等於0 我們的delta是小於等於0 好 這裡我要慢慢跟大家說一下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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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我為什麼 有沒有人知道為什麼 告訴我 有沒有人知道為什麼 告訴我 是不是真的 有兩個點 兩個點 就是delta大於0 但是我現在這裡是delta小於0 就是一個向外 一個大於等於 一個小於等於 一個大於等於 一個小於等於 一個小於等於 不是 應該這樣說 這個意思是什麼意思呢 是delta小於0 or delta等於0 我們記不記得delta小於0 和delta等於0 如果你要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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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十字要怎樣滑下去 就是半天掉 以及碰到1點 記不記得 如果你不記得 我們要回想 它碰不到 碰不到 碰不到就是delta小於0 記不記得 碰不到 碰不到 delta小於0 記不記得 碰到1點 右邊的一定是你們明白的 右邊的一定是不難明白的 碰到1點 delta等於0 永遠都明白的 那些人 是左邊的同學 總是不太明白的 我們又去想回 那條式原本是怎樣的 那條式就是 我們其實只有三種而已 如果這樣 就是delta大於0 如果這樣 就是delta等於0 如果這樣半天掉 就是delta小於0 我們現在是說 右邊這兩個情況 合在一起 所以就是delta等於0 哦 delta小於0 所以delta小於0 所以delta小於0 好了 為什麼呢 你一定要認真聽聽聽 原因就是因為 它這條線是說一個拋物線 不如我用一個符號 你會容易明白 即是說Y大於0 Y大於0 慢慢說一次 這裡 其實是個Y來的 即是說Y大於0 什麼意思呢 Y大於0 Y永遠都要大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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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什麼意思呢 Y永遠都要大於0 那就是右手邊這一隻 因為它的Y是在上面 有些同學開始迷惘了 為什麼呢 我們想回想回想回 我們想回一件事 我們想回一件事 如果有一個x軸 有一個y軸 我今次畫了一個xy軸給你看 0在這裡 上面那個是y 現在我描述黃色這一部分 正正就是y大於0 上面這部分的y要大於0 而下面綠色的部分就是y小於0 下面綠色這部分就是y小於0 現在的題目,你為什麼會作為y? 其實是y對fx,fx是y 它是一個拋物線 所以它一定是y,因為有y有x才是一幅圖 所以它要y大於0 那幅圖只能顯示在黃色的區域 因為我們A位是1 它要笑,笑得來又要在黃色的部分 那它就要這樣半天掉 它不可以在下面 它在下面就變成y小於0 那就錯了,對不對? 它整幅圖要半天掉,掉在x axis上面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就說delta 它碰不到x intercept 沒有x intercept 所以delta就小於0 那就做完了一半了 但還有一半的是什麼? 它除了是大於0,它可以是等於0 那就是說它有機會 它有機會 它的圖是這樣 剛剛碰到x axis 在某一點裡 那這次delta等於0 因為它只碰到一個x intercept 所以delta就是等於0 既然這樣 那做下去怎麼辦? 做下去 反而容易 是概念最麻煩的 可以嗎? 如果你明白了,我恭喜你 我們打一次給你 就是說我們現在y y等於fx 而fx就等於x一次 加kx 加k加8 這幅圖 u is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0 so for any view numberx We have the discriminant discriminant 等於delta 等於b2次減4ac b2次減4ac ac is smaller than or equal to 0 明白不明白的邏輯 如果你要明白這件事 是最花時間 明白了就很容易做 不明白 你做一輩子都做不到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先理解後背重 先理解後背重 好了,那我們做下去了 這麼快 所以這條數 我們放回abc 整條數 基本上 就迎刃而解了 好了,但問題先 慢著 阿sir b位是甚麼? b位是k 2次減4 a位是1 c位不是8 不是k 是k加8 記得嗎? 記得嗎? 因為c位是有兩個數 是整個constant term 所以 要整個是smaller than or equal to zero 可以嗎? 即是k2 減4k 減32 就是smaller than or equal to zero 這樣 好了,那我們就可以用我們的考決 記得嗎? 大分細次 記得嗎? 之前說過最深的題目 其實也深不過大分細次 如果你做到大分細次 那就一定可以做到 好了 k減8 k加4 我們先寫 左邊的是小一點 因為我們要反回0 左邊要寫小一點 好了 記得我們考決 記得嗎? 大分細次 現在是小於0 所以就是k在中間 這個是8 這個是-4 這樣就完結了題目 b-boy 這條堪稱 最難不明白的DSE題目 首三位 因為這裡牽涉一個很抽象的概念 即是說 你怎麼會想像到 它原本是跟一個palmer線有聯繫呢? 又怎麼會無端端想像到 它跟palmer線的圖的上下位置有分別呢? 如果你不明白的話 就很容易做的 如果你不明白的話 你就要再看一次我的影片 去理解一下 究竟為什麼半天調在說那樣 如果我下次 這個數 如果A位是負 那怎麼辦呢? 你能不能做到 假設這條數 如果是負 它一定是這樣畫的 所以它只有三種 一種碰到一點 一種在下面 一種碰到兩點 這樣的情況 它不可以做到一個很全正的效果 為什麼呢? 因為你這個位置是正 但是下面兩個位置已經是負 這幅圖是全負 這幅圖也是全負或者零 所以它又做不到正的效果 所以它真的可以怎樣問你呢? 它真的可以這樣問你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它這樣問你 你不是這幅圖 是說這幅delta等於零 或delta小於零 所以你一樣做到delta小於零 不過它為了想難度提升 它不想這兩個symbol是一樣 它就要出正給你看 因為它出正 你的不等符號 你就不能夠這麼直接當它一樣了 你要反過來 所以它出正是難一點的 反而 這件事你要注意 就是我們怎樣去分析一條題目 去深入一點 希望要提醒大家的 chapter 2大分細痴 因為上次 測驗考試 很多同學都好像 不太熟悉 那些大分細痴 一定要間歇性地幫大家 recall memory 讓大家永遠不會忘記 那你DSE才可以考得好 就是我們要做到 無論什麼時候問你 你都會記得想怎樣 好像我現在這條 其實都是solving equation 的翻版 剛才那條是2021年的DSE題目 剛才那條是2021年的DSE題目 那這一條 為什麼突然說了lock呢 就是想你setup equation 記不記得這條直線方程呢 我們有一條色的 y等於mx加b 記不記得嗎 或者 y除x除b 加x over a 就等於1 所以如果有x intercept 有y intercept 我們就會怎樣呢 我們就可以馬上用這條色 x over a 加y over b 都要1 大家可能不記得 我再說一次 我們這條色是要背的 有x 有y intercept 我們通常用這條的 x over a b 加y over b 是等於1 要大家去背 好了 我們代入去 代入去 你就是lock x 5仔底 除x intercept x -4 再加 lock y 一樣 5仔底 就是 base 是5 over 2 等於1 好了 現在要你一下子去砌到這裡 其實你某程度上 都是 好像solving equation 有些simplification 化鹹一樣 對吧 所以 我們要怎樣呢 我們要想一下 怎樣可以弄走 lock 是吧 怎樣可以弄走 lock 是吧 好了 我們通常 就成大墳墓 搞到沒有墳墓 即是搞他的墳墓 俗稱 搞他的墳墓 好了 怎樣搞他的墳墓 很簡單 不如整條色乘8 整條色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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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1乘4 那你可以得到 負lock x 加2lock y 等於4 然後我們移動 就變成y2 好 那你就變成 lock y2次 好了 減lock x 我們寫在後面 方便你減變除 記得嗎 方便你減變除 記得嗎 然後 減變除 你就差不多做完答案了 即是說 這個數是 lock y2次 除 x 等於4 好了 記住寫回五仔底 因為你不寫五仔底 你就會當成十 整條數就錯了 這條數也不是很難的 這條數也不是很難的 把五仔底要頂走 頂頭除去 5就要頂過去 5的什麼 5的4次 5的4次 所以答案是 y2次 x x 所以答案是 c 可以嗎 Garry你真的很遲 你又遲到 你上次是這樣 今次是這樣 不是啊 我剛進來 不知道為什麼 又打了出去 那你進來 你有沒有上課 你不是進來掛機 大哥 因為 我告訴你為什麼 就是因為 你上課還沒下課 然後我怎樣 我關掉了 然後再開 那你要再進來一次 你明白嗎 對不起 真的正確 在中間的交接位 因為我連課 所以 我剛才那課還沒下課 所以 如果你早進來 那你會在等候室 但我一生的時候 你就踢走了 不在等候室 你可能以為一直在等候室等 其實就踢走了 所以你要多進來 那就比較麻煩 所以剛才我也特意提多一次 你們可以進來 下次我再寫得清楚 要重新進來 我也知道 不是你們的問題 不過 可能你們要專注一些 究竟什麼事 OK 不要登入完 然後去煮個公仔麵 煎個蛋吃 OK 好了 那 就做到 這些題目了 好 接著 我們回到上次的 conservidation exercise 1c 剛才那兩條dsc 就和大家 說回 dsc 可以考到幾深 好 等我一會兒再打開 要轉換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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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 有 快點 有 快點 A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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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